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能報導我們的台幣升職了 要高興嗎 是要高興嗎 很奇怪 沒有啦 如果要去美國要去留學 怎樣的孩子 很開心 變得比較燙 如果要外國去買東西 也覺得比較燙 比較開心 不過好像要是輸出的是吧 是輸出的還輸出的 就會覺得他了解 我們不是全部在做模樣才不知道 台幣升職有人高興有人不開心 對 我們的財政部長要拚命拉住 不可以升 不可以升 所以幾家歡樂幾家愁 以前我們台幣 我們小時候 把阿嬤討論 阿嬤一家 都給她討論一家而已 現在一家送人 小孩就陷你沒了 沒有 而且紅板很早很久以來 大家都是 討論人家 要讓人家消費都嫌太少 沒禮貌 對不對 如果是一般的 甚至都可以放在鋪滿裡面當情緒 對啊 結果覺得 它是不可以用的東西 事實上 我們很多的美食 是你用銅板就可以吃到的 沒錯 現在台灣的銅板有50塊的 對 10塊的 5塊的 1塊的 我們整個小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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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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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底今天有什麼好吃的美食 我們先來介紹 三位老湯 哈囉 大家好 這三個都好像金夫人 應該身上會放銅板嗎 你們 一定會吧 你們像男生是不是直接銅板 就放到口袋裡面了 對 我們女生我會放一個 小鈴錢包 我會小鈴錢包 小鈴錢包 人魚一定是放鈴錢包 也小貴人 小貴婦人的樣子 來 環境呢 環境就放口袋 就口袋 你這個人 我怕你就是直接口袋 直接口袋要很小心喔 我一個朋友就把1塊錢 就從外帶 就再放下去 破掉了 它就掉下去就會 塞在最內袋這邊 就要出國的時候 一過了那邊就 嗶嗶嗶 嗶嗶嗶 然後通通喝出來 都沒有 沒有 然後大家就對他很懷疑 覺得 他你身上裝了什麼 不該裝的東西 結果就是那個一塊錢 好 這個要很小心喔 好 接下來為大家邀請到 是來自台南兩位 離訪的郭婧雲 郭老闆 好 好 好 這個就真的吃到 夫生妳的女主 謝謝 謝謝 我們有誰說的都說姑娘 這個有誰的姑娘 今天冬皮燙 拿這麼多東西 全身都這樣 油油 燙燙燙 也很麻煩 我們有很多龍力喔 兩美食房 對 有很多食房 有很多食房是一個很新的名字 餐廳名字 我是第二代的 妳還第二代囉 對 所以這個兩美食房已經這麼久了 以前就叫食房 以前到我的 不可能 我才變成兩美食房 我就知道 因為現代人才叫做房子 對 以前的人要給餐廳名 絕對沒有這食房 邊邊吃得好厲害 我吃台灣人 妳都愛台灣 好 我們今天吃好吃 待會兒再再來 好 謝謝 馬上我們就要做料理了 好 我們這個 是吃到美麗的夫婦的食物 謝謝 涼麵 謝謝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好料理 我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海鮮蛋仔麵 20元 20元 蛋仔麵 切辣麵 它就辣麵 小碗的 對 這裡一碗才20元 對 在我們店裡面吃 現在外面是不會多少 一般 現在四層的都5、60 5、60元 我們賣20元而已 對 另外還要做一項什麼 當歸米雪湯 米花 做米花的湯 一般米花 大家都是送來就有 溫度都有 對 觀眾主 這樣是要煮湯嗎 對 我現在用當歸去把它燉一燉 這樣喔 對 完全不一樣 這碗的多少 我們店裡面賣30塊 30塊 好可惜喔 就是這樣子的 小時候我跟我妹妹 然後我們很喜歡去吃 別人的蛋仔麵 可是每次去都吃不飽 對 我跟我妹妹都吃不飽 後來我跟我們會講說 好 以後姐姐有一天 如果真的可以煮那個蛋仔麵 我就煮很大一碗給人家吃 是… 這樣子 對 所以有看完 會說我們以前那時候 大家都方便艱苦 對 大家如果有材料都要煮 我們不怕別人吃就對了 對 尤其我們今天做的 好 加油 好 我們先來煮蛋仔麵 好 蛋仔麵 是的 我們先來熬我們的湯底 是 對 我們用這個柴魚Football 對 然後 柴魚 放在這個白鐵中 網子上面 對 然後我們把它下去熬 對 然後我們這裡面呢 因為我們沒有放味素 所以我會放甘草片 對… 對 去讓它的更… 甘草片下去熬 不是 雞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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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雞骨高湯 對 這樣看起來變軟骨 所以也有膠原蛋白 對 還有帶一點點肉 有肉的 是 雞骨高湯熬 熬多久才可以成那個高湯 那半個小時 熬了半個小時的雞骨高湯 我們現在再放一個柴魚粉 對 然後那個 我會放一個米酒 對 是 再來喔 我會放上我的秘密武器 對 那個米酒我叫一整碗廟 提一個意思 對 因為要看它的比例 比例這樣就好了 對… 因為我們今天湯沒多 但是我們到底的 咪咪武器是個湯什麼呢 好 可以增加 鮮甜味的咪咪武器就是 這聰明… 對 我們現代人 這不是廢物 這是最棒的強身的東西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吃 健康什麼食物 對… 我們比較要這樣吃就對了 讓湯頭更鮮美 秘密武器大公開 可以增加鮮甜味的秘密武器 這是 這聰明… 歡迎問一下 我們現代人 這不是廢物 這是最棒的強身的東西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吃甲殼素 健康什麼食品 甲殼素 我們直接這樣吃就對了 對… 那這些蝦殼我們就把它直接放進去 這樣不像 我們先把它洗乾淨 對… 都洗乾淨 然後把它挑出來的那個… 肉…蝦肉 火燒蝦肉 挑出砂精 這叫做火燒蝦 火燒蝦 對… 你們老婆才有 對… 火燒蝦煮好以後 但是妳是先拌起來再下去煮的嗎 對… 我是拌那些殼 對… 拌起來煮 殼拿來煮湯 熬湯 這個肉 待會再放來做米湯 對… 好… 那我們湯在旁邊慢慢讓它熬一下 是 其實要熬多久 我們讓它熬半個小時以上 熬半個小時以上 那因為怕它會沾骨 所以我們會先放一些 我們老婆說滷肉飯 南部說肉色飯 肉色飯 所以妳這個肉燒炒好之後 也可以做肉色飯 可以 也可以做大米 對… 也可以做米粉湯 對… 然後我們先把那個紅蔥頭 我用的是台灣的紅蔥頭 喔…漂亮啦 有夠大顆 對… 紅蔥頭 現在那個外角把它拔掉 對… 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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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把它爆香 自己爆 是… 很多人紅蔥頭是會用炸的 把它炸一炸 炸酥 然後就把紅蔥油留下來用 那紅蔥酥也留下來用 我們這是要用炒湯的就好了 對 把它爆香 炒湯那些油這樣就夠了 剛才那些油就夠了嗎 可以 因為等一下肉燥還會出油 因為我們肉也是有油 對 我們先把紅蔥頭炒香 然後肉酥 我們是用那個三盞下去加肉 還是米粉肉 我是用紅蔥肉 紅蔥肉來加 比較不會這樣肥 對… 這個拿起來做乾麵也是非常好吃 做乾麵 拌麵 對 對 對 這個肉燥如果炒好 可以說萬用 對 不要用肉燥 那你加點香菇 就可以變成香菇肉燥飯 還有啊 你那個地瓜葉灑灑的就好了 肉燥到辣的就很好吃 對 讓它有點成為金黃色了 有點上色以後 對 再放上我們的 就可以加肉了 肉 對 那如果說不方便用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代替的就是用油蔥酥 對 這邊有油蔥酥 如果拿到比較快一點的話 對… 我們現在可以放我們的豬絞肉 好 直接倒進來 因為它就要炒到紅蔥頭才有香 對 現在香氣跑出來了 對 對 是 然後把它炒得已經快要七分熟了 七分熟了 沒有關係 我們要再燉 對 是 是 這煮起來怎麼要有一點點軟 不然你這樣炒得很久 不然你這樣炒得很久手也很適 我們店裡面是更大一鍋 大鍋炒 對 所以我們是用鏟子 怕山頭 用鏟子來炒 用鏟子來炒 對 所以忽然拿這麼小的鏟子不齊 那鏟子都不是一手還是兩手這樣 對 所以那個… 那鍋子很重所以它也不會燉 沒關係 那我不要快速炒得很大火 你等熟了之後 你還是要切中火溫和這樣子 對 我們肉香已經變色了 對 所以這樣調味料 好 我們先加醬油 好 醬油醬油 然後我會放一些乾炒粉 對 乾炒粉會比較甜 是 因為老闆娘沒有加味菌 對 然後我們再加冰糖 對 冰糖 冰糖的肉比較會加 對 而且會比較精亮 我們這邊一樣吃甜甜 對 還給你吃得好吃 對 對 對 那冰糖真的炒很多 炒能量很多 因為你南國人吃得甜 對 真的… 然後我們還會放上一些鹽巴 謝謝 好 完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加一些水 好的 我這裡用 加一點點水 對 然後讓它慢慢的去熬 好的 剛好熟 OK 謝謝 對 稍稍稀釋一下就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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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醬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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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要蓋過嗎 好 蓋上蓋子會比較生活 蓋蓋子喔 對 然後用小火嗎 對 我們蓋上蓋子 好 我們要熬 熬多久 要熬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以上 以上 對 半個小時以上 這邊已經有一個熬好的滷肉囉 登登 很香 對 對 不然就都均勻了 是的 均勻在這裡 對 我叫均勻 對 好 均勻最好熬均勻了 現在平肉做就已經好了 是 好 我們現在要燙麵 燙麵 對 我們可以把 我們用油麵 對 台灣油麵 好 這個油麵我們挑粗細 要注意一下 要粗一點點 太細的話感覺像兩麵 對 對 好 我們把韭菜切 菇菜先放進去 對 然後豆芽菜 豆芽一點 然後看你喜歡吃多少麵 對 但是你沒人沒這麼大碗吧 我們麵就是這麼多 沒人就這麼大碗 對…就是這麼多 這樣這麼二十塊 對 了錢…這樣怎麼會賺 不會啦 因為來店裡面的客人 只要看他們吃得飽飽的 然後很高興出去 我就會很高興了 老闆娘你這樣真的 果然是薄心來的 哇 這個是薄心 很大碗 我叫小碗 我們便裡面就是這麼大碗 好 我們在滾水裡面 稍微就是給它燙一下 好 豆芽菜一定要燙手 要不然會有一個 炒菜氣味 對… 太老的話韭菜會變色 也不是很漂亮 好的 好 好 差不多了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是會加上一點點 這個是烏醋 這是什麼 烏醋… 一點點 烏醋… 好 然後我會放上一些… 薑末 蒜泥 蒜泥 對 好 完了之後 還有胡椒粉 好… 這麼深色喔 直接這樣喔 再來蜜蜜湯這樣就好了 好 再來 依照你個人的口味 好 好 然後香菜 喔… 是…這樣 好 還有我們的… 剛才用的… 火燒蝦 對 蝦子 火燒蝦肉 還有… 豆皮捲 豆皮捲 這是薑子肉 薑子肉 對… 烏過 這是豬肉的薑子肉 對 豬肉薑子肉先烏過 對 烏過 對… 肉薑先烏過 對 肉薑先烏過 肉薑要再加一片面湯 是嗎 再加高湯 這個怎麼賣20塊 對 太離譜了 你要做乾的 那你就是把它… 乾的就這樣拌一拌就好了 對… 那是湯麵呢 那是湯麵呢 湯麵我們要加我們剛才熬的高湯 這是我們的高湯 好 好 對啦 你的湯要讓它有像湯麵的形 好好 漂亮啦 好 哇 這樣就完成了 那還得了… 我告訴你